尊敬的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罗连泉大使 尊敬的湾区委员会主席 建某先生 各位来宾 女师们 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五月的硅谷 风和二立 云山路化 今天我们相就在这里 共享以梦想改变世界 创业你我同行为主体的 第三年硅谷创业界盛会 助力全球创新创业 携手并硬 合作共赢 有朋友远方来 不予越乎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 本次活动的主办方 向各位到来 表示乐力的欢迎 和衷心的感谢 求同存异 共募发展 中美关系 是当今世界 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明年将迎来 中美建交 40周年 中美建交 39年以来 中美双边贸易额 从25亿美元 到去年的 5800亿美元 一路虽然充满风雨 但总能把握好前进的方向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发展国家 中美有非常强的 货普性 形成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良好格局 为世界经营的繁荣 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期 中美之间贸易 虽然遇到了一点摩擦 我想 通过沟通 交流 谈判 中美之间 一定会找到一条 合作 共赢的路子 风雨过后 一定会 见到彩虹 硅谷创业节 也正式 怀揣 这样一个 美好的愿景 致力于 为中美两国企业家 投资人 和创业者 打建一个 沟通 合作的平台 助力 当地 产业升级 促进 两国的 交流合作 硅谷创业节 立足 汉海控股 丁丁念事 中美企业峰会的 优质国际化思念 和加州 活跃的 新生态 通过 主题演讲 论坛对话 创新项目路源 等多种形式 聚拢全球 顶级的创业 创新 创投要素 构建 多元化的 专业化的 高效的 交流平台 点燃 国际创新 合作的火花 历经三年的 硅谷创业节 在全球 已经吸引了 两千多位 城市代表 企业家 投资家 和 创业者 聚集了 200多位 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 专家 学者 投资人 企业家 等演讲嘉宾 举办了 二十多场 主题演讲 十六场代表 全球行业 冯相标的 主题论坛 四场 创业 创业大赛 为中美两国 创新创业 合作 交流 创造了 多种的 合作机会 今年的 硅谷创业节 吸引了 更多的 创业者 和投资者 是 历届 规模最大 那么今天呢 我们 现在注册的 将近一千六百人 包括下午的 四个分转谈 那么今年的 参会 咱们大卡期 近两千人参见 演讲嘉宾 大卡云集 美国 工程院士 创业家 创业家 硅谷 知名的 科学家 投资人 世界五百强的 企业家 等等 分别从 学术角度 企业视角 投资人角度 全面闪述 创新的趋势 论坛主体 更加聚集 智能出行 金融科技 等 前沿的 科技领域 论坛 丰富多彩 包括 无人驾驶 区块链 精准 医疗 对接 全球 科技 创业 生态 等 实际上的 专题 论坛 同时 我们和 特别 推荐出 硅谷 创新 创业 项目 前沿的 发布会 那么 聚焦 创业 项目 与 投资 机会的 精准 的 对接 为更多的 全球 创新 创业者 提供 国际 合作 机会 创新 跨界 企业 创业 无界 那么 硅谷 创业 不仅是一场 聚集 创新 创业 资源 的 盛会 更是一场 合作 共赢的 平台 我作为 本次 创业的 主席 我承认 每一位 有共同愿景的 与会嘉宾 携手 联动世界 合作 共创未来 预祝大会 取得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